昨天,全市本土确诊病例出院290例, 无症状感染者解除及中隔离医学观察4003例。 他们将返回居住地接受健康监测, 请社区妥善做好接返工作。 值得欣慰的是, 昨天从浦东医院出院的病人当中, 有一位108岁的叶老先生。 他是上海本轮心肝疫情中最高龄的重症患者, 在多学科的专家和专科护理团队的对症治疗和精心的护理下, 百岁老人终于转危为岸,顺利出院, 创下了国内重症新冠患者治愈年龄的记录。 叶老先生曾经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, 与之前报道过的先行出仓的王曼儒老人曾经是为战友, 都曾是东方院的医护人员, 借此机会呢, 仅向英雄前辈致敬, 并致以最诚挚的祝福, 并祝愿他们幸福安康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